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登场 大家好,我是小二 今日,知名演员谢明浩给肖战发视频送迟到的生日祝福 这还不算什么 更让人咬牙切齿的是 谢明浩居然爆料 肖战会在2023年闪婚 已经备好喜糖等着吃 看到这里就让粉丝们不能接受了 暂且不说谢明浩为人怎么样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说话不负责任吗? 很明显不可取 据演员谢明浩所说 肖战会在2023年结婚 谢明浩还直呼等着吃肖战和嫂子的喜糖 这样无理取闹的爆料 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 属实让人大跌眼镜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很下头 见过蹭热度的博主 但是还没有见过如此可耻蹭热度的人 客观分析肖战暂时不可能结婚 连结婚对象都没有找 更不用说肖战的演艺事业 一直都在如火如荼庆形中 肖战没有心思去想那么多 总之希望网友们明辨是非 肖战一直都在安心拍戏 希望不被打扰 如今网上一直都有人恶意制造话题 试图引起粉丝们的吸引力 炒热度上热搜 进而给肖战正常工作带来麻烦 这种行为很可耻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肖战只会越来越好 发展越来越顺利 不过肖战如今已经35岁高龄了 确实也应该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考虑了 如果非要挑一个大家看好谁呢 小二贤体名杨子 余生请多指教 虽然已经完播很久了 杨子也有了兴趣的播出 可是依然还有许多粉丝 沉浸在余生里无法自拔 很多有孩子我调侃说 患上余生后遗症 不得不说这部剧实在是太上头了 之所以会这么成功 除了创作团队的不懈努力 最主要的是肖战和杨子的精湛演技 以及狮子的CP感 让大家欲罢不能 第一次合作就能这么默契 让大家不禁忌待他们的二打三打 肖战和杨子在戏里戏外 都让人感觉他们就是一对 在路透里能看到 肖战主动帮杨子打伞遮阳 休息时间两个人还牵着手密合在一起 还有杨子玩玩手机 直接把手机放在肖战的衣服口袋里 这样粉丝们很难不相信 他们没有在一起 这不就是妥妥的热脸中的小情侣吗 很多人还不知道双标是什么意思 看看肖战就知道了 和王期合作的女演员上台时 总是刻意保持距离不同的事 女主角一旦改成杨子了 她就会不自觉地靠近 从肖战对待吴轩怡的态度可以看出 她这一波真的是难得标杆了 但在杨子这里 肖战却多了不少的例外 主动帮杨子提裙子 奖杯也要亲手帮杨子拿 妥妥的直宠你一人 曾经和卑鄙同台时 她也是完全没转过头去看卑鄙 眼睛直直的只敢看前面 在朱仙的一碗水端皮 也让大家知道肖战和女同事相处时的严谨 在大家看来 平时的杨子性格一直是大哩咧咧的 很讨喜 但是在肖战面前 她却多了几分娇羞 曾经肖战因为27岁 处于低谷期 这个阶段很多明星都对她避之不及 生怕被黑粉脸骂 但是杨子却挺肖战到底 这样的友情算是非常难得的了 去年肖战出演了话剧《如梦之梦》 听说票都非常难买 而肖战专门为杨子留了一张票 那天晚上杨子坐在台下 看着肖战的表演 在表演完 肖战看到杨子依然止不住地笑了出来 结束后 两人还一起去吃了晚餐 其实不管他们有没有在一起 现在都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 想要发展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前段时间杨子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自己的上班视频 杨子表示 在横店拍戏会经常遇到好朋友 横店其实很小 有细心的朋友在杨子说话的那个窗里 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 让CP粉们是大为激动了 难道是肖战去探班杨子了 注意看 杨子工作室发的视频暴露了两人的关系 其实在其他视频也能隐隐约约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因为当时的肖战也在横店拍戏 这要联想起来也就不奇怪了 而且一句网上消息透露 肖战会和杨子实现二搭 我不成仙剧组已经接触了肖战和杨子两位演员 商讨合作事宜 所以小二也是希望他们在一起的 第二个提名的一定是李庆 最近有一段时间疯传肖战和李庆的关系 肖战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 陈情令让肖战一盘而红 瞬间从不温不火变成了娱乐圈眼红的明星 他不仅收获了很多粉丝 还收获了很多的资源 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李庆在娱乐圈当中也是不差的 他出演了很多作品 在这几年中 他的演技证明了他的实力 李庆的甜美笑龙符合了多少人的心 肖战和李庆两个人的合作 可以说得上是俊男俏女的开端 两人在私下呢 也有很频繁的互动 肖战对李庆也是格外的关注的 经常有事没事在李庆微博下面冒泡 李庆只要一at他 他就会马上转发 可见肖战对他是如此的偏心 正常人都知道 对自己喜欢的人 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发什么消息都会时刻的关注 而对方做关于他的事情 就算是很小的事情 都会觉得很开心 李庆发微博配上自己的四张照片 后来肖战马上评论 向仙女低头 粉丝都吃醋了 而脏红娜发文说 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并且at李庆 有李庆的地方就有肖战 肖战在下面评论说 脏红娜说他一定是冬天 在侧面暗示脏红娜 没有他家的李庆瘦和好看 有网友发出 肖战对李庆的称呼 肖战如果在视频中 一提到李庆 就会亲切地称呼李庆为庆 在视频中可以看出 只要肖战提到李庆 就会笑得特别的甜 还有一点小羞涩 李庆的粉丝都是知道 李庆是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李庆是非常喜欢养猫的 同时他希望 另一半一定是一个 特别有爱心的男生 和他一样喜欢小动物 后来张若芸曾经在采访中说过 肖战也是很喜欢小动物 同时家里还养了猫 这样说来 肖战和李庆的种种事情 都是有一定的巧合 当然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肯定是王子和公主的标配 两个人也是非常有CP感 非常看考战情组合 最后呢 必须要提起一个人 王一博 如果肖战结婚的话 傍郎必定 而且只能是王一博 王一博肖战 作为娱乐圈的人气之王 深受广大影迷粉丝的喜爱 2019年上映的陈琴丽 不仅在国内非常受欢迎 在海外很多国家 也都受到极大的关注 两人也是因这部剧爆火 而两人合作也是相当愉快 在片场也是各种嬉笑打闹 彼此相视 眼里有光 简直就是一对情侣啊 网友更是戏称 陈琴丽是他们的定情之作 两人也是成为了 在作品收官后 少有的CP超话 一直处于榜首的一对CP 疼一度有她的地方就有她 王一博之前参加综艺 或者活动给人的形象就是 话不多 特别值 甚至冷漠 不愿意被人碰 离那些嘉宾也是远远的 不苟言笑 节目中女嘉宾直言 王一博特别高冷 感觉站在她旁边 瞬间温度都降了好几度 曾有主持人问王一博 如果去看足球 可以跟天天向上的 其中一个人去 你会选谁 王一博直接对一句 他们爱谁去谁去 反正我不去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 让你觉得 可能他是对谁都这么冷吧 那你就错了 当王一博遇到肖战的时候 话风突变 他变得爱笑 变得活泼 他会不自觉地凑近肖战 这么看来 王一博也并非高冷 只是他暖的不是你而已 不是不喜欢说话 遇到对的人也可以是话牢 不是不苟言笑 在他面前 他也可以笑颜如花 粉丝调侃道 每次王一博和肖战 同台站一起的时候 几乎看不到他的正脸 因为他总是侧头看向肖战 仿佛肖战就是王一博的满目山河 目光所指都是你 在陈情令片场 王一博看着肖战远去的背影高喊 战哥弟弟爱你 你有没有被填到 王一博坦言自己是特别怕麻烦的人 但是为肖战他三次试镜 三改航班 三抗高音 显然是不嫌麻烦 看来总会有一个人 让你放弃你曾遵守的条条框框的规则 因为比起这些条条框框 你更看重的是他本身 2020年肖战生日当天 为肖战三改航班 一次次提早抵达北京的时间 只是为了早点见面 听闻远方有你动身跋涉千里 这像不像那句歌唱的 我向你奔赴而来 你就是星辰大海 我眼中炽热的恒星 长夜里照我清醒 想见你的心迫切到 等一秒都是煎熬 关注他们的人都知道 王一博2018年的爱心志 2019年的爱心曲 2020年的爱心浪 满满的都是对肖战的爱很用心 不禁让人感慨 什么时候我会编的 对戏机要求那么精致 那一定是因为 我爱的你出现的时候 而肖战称呼王一博为狗仔仔 曾有人问王一博 我可以称呼你狗仔仔吗 王一博不假思索的说 不可以 只有站哥哥可以这么叫我 看来这称呼都是专属的呀 肖战曾被拍到去超市购物 购物车里装的满满 都是王一博爱吃的 而知道王一博喜欢骑摩托 肖战也是暖心的 送王一博十几万的头盔 本以为他们是恋人未满 朋友之上 可是他们却比情侣还相爱 难道真是那句网络语说的 异性只为繁衍 后代同性才是人间真爱 这两人可真是 哥哥心里有弟弟弟弟 眼里都是哥 如果说王一博对肖战是 笑看天色怒看云 行业思君 作业思君 那我想肖战对王一博是 春赏百花东关雪 心意念亲梦意念亲 反正我是被他们舔到了 大家对于肖战的婚姻大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去留言